我曾经也非常知名的丹比习饼在2008年却因为破产而宣布倒闭 不过呢因为舍不得29年历史的老店就这么样倒了 丹比的老员工这两年来到处的集资希望能够救老店 终于最近成功的让老店新开了 不过员工变成了老板 他们还请回了昔日的董事长来技术指导 希望能够保持老店风味 圆光不断掉泪台南人的回忆老字号丹比习饼 在2008年5月31号正式画下据点 好滋味没有就此消失 这个陪伴的台南相亲29年的老店家 半年前以全新姿态巧巧重出江湖 非常兴奋啊 然后又很高兴说可以一起再回来这个工作领域上面 能不能常可以放三天能不能放两个礼拜 那都手工很做 舍不得老店家吹起习灯号 一年多来单笔员工四处集资 想让老店起死回生 并选择在原来地点重启炉灶 而新店老板就是昔日员工 还请来前老板技术指导 重现老店风味 我们只有就是经营上面的一些 销售方面的一些经验 但是我们没有产品 所以我们就是有请我们那之前老板 就是也跟他沟通很多次 就是说是不是可以回来帮我们做一个 就是说技术顾问 老滋味回来了 许多老顾客听到消息迫不及待赶来回味 就是快点不过来 很高兴啊 因为这样还会够一间烤好烤的 老店畅销了香菇乳肉饼 鲜肉包等等 继续成为老店的发烧商品 老店新开就是要令人怀念的老滋味 持续陪伴在地相亲 美术新闻林俊明 他那是报道 词词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